美业 哈喽 晚上好 叔叔阿姨各个姐们 谢谢送来的粉丝单牌 晚上好 分手那天 我看着你走远 所有承诺化成了绝点 独自守在空档的房间 谢谢送来的人气票 瘦了吗 但是还是有点胖是不是 你们那边还冷吗 叔叔阿姨各个姐 现在不是都已经夏天了吗 谢谢送来的灯牌 把人气票灯牌帮 打尾送一送 谢谢你们 热死了 对啊 好久不见 会不会有点 新疆乌鲁木齐还在下雪 晚上好 谢谢 点赞 欢迎你们 我们这边二十多度 我们这边也二十多度啊 我在四川 但我们这边大娘山有些地方 我今天看到他们发过的 还在下雪 就山上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们这边还穿护衣服 女朋友呢 没有女朋友啊 单身 单身 还是单身好 心中 无碍自然 神 不适合谈恋爱 谢谢点赞 欢迎你们 我在西湖油 帮我点点赞呗 我数三二一 我们一起点赞 三二一 我们一起点 有点赞加成 滑芝 嗯 嗯 不是女朋友吗 唉 哎 他 你们那个视频 你们不是看到了吗 我让他回那个 深圳了 还是 好不好都没关系 我让他回那个 就一个人我觉得挺好的 我很喜欢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一个人 不跟任何人谈恋爱 就好好的自己工作 自己生活 自己做饭 挺好的 我很喜欢 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 没有任何的儿女情长 你们能理解吗 我不 就是可能我现在的状态 不适合谈恋爱 所以就不想谈 就自己一个人挺好的 对不对 你们觉得呢 小燕我不知道 说实话 那个女孩挺好 是挺好啊 我 我配不上人家 因为 怎么说呢 我觉得你要看心理医生 可能我也觉得我需要看心理医生 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我真的就不想谈 我真的就不想谈 现在我觉得一个人单身真的挺好 不适合 你 你怎么到我直播间来了 你不要刷女巫 你不要刷女巫 不要刷 你回深圳了吗 不要刷 不要刷女巫 听话啊 好好的 大家都 各自安好 你看我直播 我直播就有点尴尬 说实话 你去忙你的吧 别看我直播 阿智 好不好 你看着我觉得挺尴尬的 说实话 去跟小燕谈谈 不用谈了 我 不会谈恋爱了 我觉得 我现在不适合谈恋爱 你好 我看到你给我发的信息了 今天我忘了回你 因为我在工作 今天在农村里面 在工作就忘了回你消息 你别刷牛了 阿智非常好 阿智别跟我刷女巫了 好了 你去 你去忙你自己的事 你看我直播挺害羞的 挺尴尬的 我就跟叔叔阿姨聊会天 因为我很久没有直播了 我不 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我真的我不想谈恋爱 我不管是任何人 我不想谈 能理解打个理解 我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生活 安安静静的工作 好好发展自己的事业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不应该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儿女情长上面 好好地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我年龄不小了 人生不是只有儿女情长 所以我不想谈恋爱 我也不适合 对不对 你别刷女巫了阿智 好不好 你去忙你的 黏你 我黏你吧 来 喂 喂 喂 听得到吗 你那边有点吵 这边吵吗 你在KTV吗 不是 就他放了一点歌 现在可以吗 现在好一点 但是还是有 还有吗 不会吧 你可以出来 我怎么出来 我说你可以不要在里面 因为声音很吵 我出来了呀 你不要来看我直播好不好 我你在我挺不好意思的 直播 我想你了 我看到你在直播我就想跟你联一下 我很久没直播了 就跟直播间的这些叔叔阿姨聊会儿天 你回深圳了吗 那你现在干嘛 我没干什么 我去直播跟他们聊聊天 我好想你 好了我们就 大家都好好的 你也好好的 我知道 我知道好好的 但是我很想你啊 好 你 你们不要说他 他没有做错什么事 我之前跟你说了 我说我们先一段时间冷静一下 对不对 你在深圳 现在你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 你的房子都在那边 我也在这边 我也在这边 打凭我自己的事业 还有生活 你们知道 我爸刚回来 我要待在父母身边 所以真的不好意思啊 那天吼了你 说了你 就是 跟你道不歉 说了就不对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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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经历了很多东西 但是 我确实真的很想一直在你身边 我知道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合适 而且 你也知道 我刚从那个 一段感情 然后我现在 我也 我不想去谈另外一段感情 我觉得 不适合 我想好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我不想谈任何的事业 你们直播这个书抓一 你们也不要提什么小念 或者怎样 我不会跟任何一个人在一起 我不想搞什么骨癖儿女情长 我只想好好地搞自己的事业 我不想谈任何的女情长 能理解的客户一 所以你们也不用提小念 你们想看小念去关注她 我这儿没有 我不想跟任何的女生有交集 我就想自己一个人 知道吗 所以 真的 不用这样 好不好 他们也只是关心你吧 我知道他们关心我 但是我真的不想就是谈这些事情 我就直播 我只想聊一下天 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喜欢我 我就想跟他们分享一下我们生活 今天又干了什么 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 对不对 我也希望你不要来看我直播 因为你看我直播我很尴尬 对不对 行行行 我就黏一下你 那我看到你的 我看到你在直播了 然后 我本来真的很想你 然后说了很多东西 你也不回复好吗 你忙你的吧 喝吧 我先挂了 因为那个 哈 我就先挂了你自己忙你的 不说 你先忙 我知道你在外面跟你朋友喝酒还是干嘛 我不知道 这 你们也不要去评价别人怎么怎么样 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阿姿她也没有做错什么 你们也不用这样说 我也不会跟小音在一起 我再说一遍 我不会就永远不会 永远都不会跟小音一起 走了不看了 不看了就走 你爱看不看 你很奇怪 这是我直播间 你非要来我直播间看小音 一直问我小音在哪 我怎么知道 这个账号叫沙马达尾 是我和我的粉丝聊天的一个直播间 你们就不要一直搓我的伤口 一直提小音了 我不想谈 我不会跟任何人在一起 希望你们能理解我 每次我直播我也能理解 因为大家是 你不要开直播就不会有人说你 我开不开是我的自由 我还要跟你汇报吗 这是我的直播间 我自己的手机 我的账号 你们如果喜欢小音你们去关注他 对不对 人家看一下为啥不可以吗 我这没有小音 我就只有我自己直播 没有小音 这是我的账号 希望大家尊重我 我等一下我就把小音两个字屏蔽了 你们直播间我就看不到小音两个字了 我现在去拿手机吧 我把小音两个字屏蔽了 你一直说 可以吗 我去拿另外一个手机 我屏蔽点 放下 aqui 听个题 放上去 真的开个直播就被这些人搞得心情烦死了 真的 枝棱 真的很无聊 我觉得这些 人 你喜欢小音你去看他不就好了吗 你一直在我直播间说小音干嘛呀 屏蔽掉 这样不对 大卫 我做的对的话扣个一 有什么不对的呢 大家都分开了 还一直提彼此 干嘛呀这是 我看 就看着烦 知道吧 老子就要屏蔽 咋的 就气死你小黑粉 我就要屏蔽 少自己去 一直提 提个没完了 要不去 等一下 谢谢点赞 我赚钱的时候怎么不烦呢 我赚钱不是靠我自己的双手吗 怎么了 我是靠小燕啊 你们还是挺奇怪的 你喜欢看的 你等到开直播的时候 你去看到不就完了呗 你为什么要在我直播间一直提呢 你觉得你不喜欢我 又要跑到我直播间来问 干嘛呀 你是 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 我这又不是拍电视剧的 你喜欢看你 找小燕 去 给你拍电视剧看呗 我又不是拍电视剧的 哪有天天有这个有那个呢 你还挺奇怪的 我发现你说话 你不尊重我 我还要尊重你吗 人是相互的 问题 你是靠粉丝有气 我给我给哪个粉丝杀气了 你说一下 我给哪个粉丝杀气了 还是我不尊重他们了 你挺无聊的 我说实话 你这个人 我都说了 我跟小燕分开了 没有在一起了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的 你每天来我直播间提小燕 提她干嘛 我说我不会 我说我不会跟小燕复合 然后你心情就不好了 怎么了 我必须要跟她复合 你才开心 就是我不跟小燕复合 你就不爽我了 那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跟真的有病一样 就跟 那你年轻的时候 你没谈过几个对象吗 你跟你现在老公是初恋啊 你敢说吗 人都一样的 你是人 我也是人呗 我就不能有自己的情绪了 我无缘无故的来招惹你 还是骂你了 有什么事呢 我应该不还是让你想让你 有什么事呢 你太急了